欢迎来到宇说世界杯 今天阿根廷一比二布里萨特 暴冷输掉了世界杯亮相的第一场 我们清楚世界杯季节 虽然说精彩比赛有很多 但是资深球迷 毕竟仅仅是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球迷 都是因为世界杯季节 掀起的棺材热潮 整体形成的这种足球氛围 所以随球形而动 他们对于很多国家队 阵容阵线构成 打法是什么样的一种策略 了解不多 但对于球形 这种喜欢是发自内心的 李奥梅西和希罗 两人之间的球场资政 很大程度上会最终取决于 两人带领国家队 达到的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梅西也是急许通过拿下世界杯 让自己得以真正做上球场宝座 所以今年的阿根廷 所谓是梅西第五次世界杯之旅了 也属于是接近于最后一次了 毕竟结合梅西的年龄 下回真说再参赛的话 估计也不是真正的核心主力了 所以这回呢 是梅西距离自己能否说彻底拥有球王的 这样有身份的关键一意 所以是全世界球迷啊 很多人呢翘首以盼 希望梅西打出好的表现 但是很遗憾 这场比赛第一场 还是败了 而且说的呢 让人感觉阿根廷啊 就是他真正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来 当然啊 世界杯子上其实是没有真正弱旅的 包括这个很多弱队啊 真说打世界杯一场定神户的话 有时候呢 也经常出现暴冷 包括此前的韩国队 打德国也能出现暴冷 而今天这个萨特呢 毫无疑问 就是诠释了什么叫暴冷 怎么才能很完美的执行好一场暴冷 首先必须得夸奖这个萨特队的门将啊 这门将呢 别看说一开始丢了个点球 但丢点球这事很正常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呀 发点难度实在是比较低 就对于守门员来讲 什么情况之下 能让对方设门这个发点的执行人呢 他这一次无功而返呢 一般来讲就两个情况 其一就是当时他晃了 这一脚呢 荒腔走板一下倒歪了 比如说啊 想追求一个顶级角度 结果呢 击中门路 或者说直接就踢飞了 你这种属于是自身失误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门将守住在兔 我提前做判断 我感觉你这一球很有可能 按照你以往的习惯 往右边踢往左边踢 在你起脚踢球之前 他已经提前 做出一种这个身体扑救的动作了 那如果说你正好 如他所料想那般 那就是能够形成一次精彩的完美扑救 但是你看梅琪 他发那个点球啊 发的就是目前很主流一种发法 就是我不追求极限的角度 因为极限角度容易失误 你看梅琪这一球踢的 也是顶多打到了 离门线中心点和球柱之间啊 三分之二的一个距离 不是特别极限 你看这种等级属性 踢这种球 一般来讲是不会失误的 再有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 我不让门将手足带痛 门将你不是提前想进行判断吗 那么好 我在踢球起脚那一瞬间 我盯着呢 你只要说有一些这个异动的话 那么我就往另一侧踢 就这么整就完了 你如果现象扑救 你也来不及了 现在这个足球啊 他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再结合确实给门将 留下这种身体反应的时间 远远又慢语 球就这么近的一个距离之内 他飞行的时间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你像梅西这球就是 我保证不失误 其二呢 就是我先看你门将往哪走 然后我再提 那基本上这就是双管极下 这球是必然打进的 所以你像这个伊朗队门将啊 我感觉这个球被打进的 不是门将的责任 下半场那个阶段 有多次精彩的扑救 尤其是梅西他投球公文 也被这个门将成功的扑出 而且屡次上演顶级的 这种极限扑救 可以说居公之尾了 因为下半场阿根廷啊 越打呢 攻势这块显得越凌厉 而且真正的实力开始 逐渐的展现出来 门前呢 屡次有这个强大的 给带给萨特队的门前压力 但是这个门将啊 确实是表现神影 当时稳扎稳打 一点不火 面对非常复杂的分乱局势 依旧能够站住阵脚 所以这门将表现确实好 再结合就是之前2比1领天之后 阿根廷呢 先机反攻 他继续啊 践行是什么呢 阅位战术 这个阅位战术啊 他在足球领域当中 现在是越来越被大量运用了 为什么呢 你如果真是30年前 阅位战术还没有这么被大量运用 因为当时科技条件不行 包括现场的摄像机啊 以及这个足球球员 神圣球尼 各方面的芯片呢 他不到位 所以你要是真是执行阅位战术 很有可能人家这些球打尽了 现场球迷一起哄 当时就算了 没有太好的这个回放条件 科学进步 当时可能说足球体育领域之内啊 现场这个机位各方面 做的还不够 所以那会儿呢 这种越位战术 执行的不是说特别多 但现在执行的已经是越来越多 而沙特这一场执行越位战术 这就是很好的 你看沙特那个阵型啊 四四夭夭 通常来讲是一个后防卫的啊 就是重病不防的一个阵型 但是大家考虑到 我得攻守结合 攻守结合怎么办 四个后卫拉成一线 就是照你越位 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看的 就是上半场啊 大量都是越位 原本以为都是精彩进球 但是最终发现 仔细观察都是越位 阿根廷全场是十次越位 可见对于阿根廷 信心的打击有多大 每次接近于打进了 担导直入了 当时都已经开始庆祝了 结果才办呢 黄旗一举 不算 你说这多打击 这个自信 那个沙特队这场比赛 就是越位啊 拉成一条线 判断的非常精准 时刻呢 这四个后卫 互相之间彼此照应 彼此盯着 对方只要说啊 想前场 因为阿根廷这场比赛 也属于是进攻的 那块战术之行啊 上半场有点急不进力了 大量都是外围 纯总 或者说想这个 起高球 往中间调 但是这种调法呢 对方这个越位 阵线这么一拉 正好中计了 而且这个沙特 对队员心自肚明 现在这个科技条件 我们也清楚 你像阿里达斯 他这届时节 被这个用球 他中间是有芯片的 每个运动员 肾成也都带着芯片 你想这个 躲过 现代科技的法眼 几乎就是不现实了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所以呢 沙特 后防线 心里非常有底 我就是拉重新条线 你如果真是改越位的话 那你过去吧 你过去是摆过 到时候只能说 自己打自己 自己的信息 就现在科技进步啊 沙特这场比赛 越位这条阵线 喇的是非常成功 你看下面上啊 当时这个阿文廷呢 仰汉几次就这种起高球啊 想要直查 这种打法的话不行 总是被吹罚越位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说 让这个进攻球员呢 后发险制了 我这块先起脚踢球 你本身身位 这种控制的很好 通过自己的速度 甩开对方的后防线 但这种做法呢 这就考验门将 而门将和四个 这个后卫线球员之间的联动 这就自管重要 你如果这么做呢 你想后发险制 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起步那一刻 距离真正的足手弱点 两者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而这段距离呢 门将就这个萨特门将 及时选择出击 而那一出击呢 你没等接到球呢 这球被就大脚解围了 或者说叫人家直接 就地发手 发动这个动手转换了 所以这门将是屡见其拱 今天堪称是萨特赢球的第一拱臣 我感觉这种说法也不算过分 因为萨特今天整体打法呢 就是稳健 打法非常稳健 后防线喇的 和门将之间的配合 靠这个 肩方插阵 瞅准了地位干一脚 最终就是 总共三次打仗 两次干击 没提底脚 但是效果非常好 进球效率非常高 这是萨特 所以说这个阿根廷呢 阿根廷上半场 就是因为萨特呀 他作为一支 这一届世界杯来讲 压着我总体非半排名 他是排最高后排到五十以位 跟阿根廷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 能是显示意见的 所以上半场萨特呢 就是 我了解我实力不如你 那么我就只能说 一桥取胜 果然是叫做一桥取胜了 十四月位 下半场基本上阿根廷呢 传统打法不太会玩了 就是不敢打一些 比较寂静的冒险做法了 那只能说重路 就是靠着这个 短传渗透 慢慢往前摸 但是往前摸我们发现 实质上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 还是显示意见的 到了下半场之后 我短传渗透啊 起到立竿劲的效果 阿根廷这块攻势 显得更加凌厉了 但是没有办法 一是落后啊 你一边落后 你能不急躁吗 比赛就这样 尤其阿根廷 传统豪门 没一起呢 本身今年也是肩负的 跨上球上宝座的 这样一种外界的 重重起带 一旦落后 打的又是一个萨特 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如此悬俗 焦急成什么样 你看着这帮球员 他都紧张 一个人粘头打了脑 感觉啊 垂头上气 你气势方面 本身就相对弱 急躁心理 虽然说呢 凭借整体实力 看出来公司这块挺凌厉 给沙特很大压力 但是比赛 有时候就气势滞胀 阿根廷这块呢 下半场整体实力 呈现出碾压姿态了 但问题是气势这块 相对弱 而沙特这块呢 气势彭博 有时候比赛就这样 沙特别说 总体实力不光 但气势一旦蓬勃 如同啥呢 看这比赛你就清楚啊 沙特门前 其实屡屡都有精彩场面 但是沙特队 凭借全人的气势 因为他们了解 我自己即将创造历史 马上就能够在 世界杯比赛当中啊 作为亚洲球队 衰先拿下胜利 并且呢 还是击败的传统皇门 正贯大热阿根廷 沙特这批球员 那每一个人都了解啊 我脚下踩着 那不是足球炒坪啊 踩着的就是 史书当中的 轻死流明啊 所以 这帮人 那就是重置城城 呈现出来的气势 磅礴 形成能量 如同是一股无形的气象 挡在阿根廷面前 那就是无力空门了 最后越躺 感觉越美用 怎么攻也攻不尽了 就对方凝聚力 这块已经形成到一种 完全的 靠着精神力量 铸就离到城城了 你无法攻破了 最终阿根廷就是很遗憾吧 输掉了这场比赛 当然对阿根廷小组出现的这个前景呢 我感觉还不需要过分担忧 也毕竟接下来两个对手 面对阿根廷的话 实力方面 阿根廷仍然是占据上风的 希望阿根廷精力调整之后 接下来啊 战术思路这块 不要过于冒进 凭借实力稳扎稳打 正常预判 也是能够完成出现 希望安静能够做到吧 另外今晚9点呢 由阿根廷仍赞助的两支球队 日本和德国将展开一场精彩对决 对于这场比赛 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 日本呢 代表着亚洲主球数一数二的高水平 而德国队呢 向来也纪律性助成 强大的实力也是四所共资 至于说具体比分呢 我感觉 日本固然是有点实力 但是想拿下德国呀 太难了 考虑到上一届世界杯 德国队的表现不均容人意 这次呢 我估计应该是稳扎稳打 打出属于他们的奉范 所以让我猜测一个比分的话 我判断啊 大胆预计 应该是德国三比一战胜日本 至于说对不对呢 那就是四目以待吧 最近中国演出啊 可谓是无处无在 广告牌的世界杯现场 估计大家也都围观到了 可以说中国广告 统治了世界杯 相信上回观众呢 也都清楚 世界杯乐场球啊 是可以在阿德道斯官方APP上抽取的 这不 中国的球迷啊 就抽中了第一颗世界杯乐场球 平衡前的各位啊 也都有机会 在APP上 每天都有乐场球可以抽 所以啊 我们大家一块努力 争取把每一颗乐场球啊 都抽到中国来 咱们一起加油 阿德道斯还为本次世界杯 拍摄了一支短片 短片中啊 出现了五个不同时期 梅西穿着阿根廷队服在球场上踢球的场景 不禁让人想起06年梅西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出场的情景 16年后的卡特尔世界杯可能是梅西最后一次散赛 希望阿根廷可以笑到最后 我相信啊 梅西可以带领阿根廷笑到最后 如果这个flag力成功了 就抽一件阿根廷球衣 同时呢 你们那些曾经不相信的人 可以把头像换成阿德道斯世界杯梅西表情包 如果我输了 最后一期视频 我就模仿这个表情包的动作 同时呢 本周六下午五点 我也将出席阿德道斯在上海K11六城举办的铁龙足球对抗赛 也会上场踢几脚 想来现场观看踢球的朋友们 快去阿德道斯官方APP 有机会领取免费门票 最后呢 大家一起再来看看 近期在上海美罗城展出的巨型竹梦之旅足球 想起08年 那这是很多回忆的一年呢 那一年是奥运会 梅西在中国奥运会上带领阿根廷国家队拿到冠军 今年呢 一群热爱足球的人们到上海美罗城现下打卡 点亮自己的足球梦 足球还是这么好 梅西加油 阿根廷加油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